刷到这条视频说明财神爷想告诉你 你要报复了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 我们正在迎来一个新世界 但它同时也是一个高风险的大时代 如果我们抓住了乘风而起 抓不住那就是跌入谷底 第二个这条视频信息量爆炸 可能会颠覆你以往三观 先点赞收藏 别错过 前苏联经济学家康达纪杰夫 曾经提出过这么个概念 叫做康波周期 他认为全球经济按照50年60年为一轮 确定性的波动 一大波里面有四个小波 叫繁荣衰退 萧条回升 中心见头的手机经济学家周金涛 用这个理论结合中国的经济 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 这些话是他2015年12月发表的 回看这些意义 竟然全都能对得上 现在我们正处于2025年附近 本次萧条期的最后阶段 如果抓住机会 就可能实现阶层跨越 但怎么证明我们正在进入 下一轮的回升期呢 答案是它出现了 推动康波周期运转的神秘力量 就是革命性的技术力量 它出现了 新冠导致的全球产业链 供应院变化 大量的新技术投入应用 史无前例的科技革命 也正在爆发 2022年 深周13号 14号 15号 接力发射 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等等 以及今年最大的黑天鹅 ChatGPT 说回赚钱这事儿 我们今天的主题 不是讨论这些技术的发展 而是告诉大家 如何乘着时代的风口 抓住机遇 摆脱黑天鹅 实现阶级的跃升 财富爆炸式的增长 思路就是给自己搭建一个安全 稳健的大房子 并且寻找一辆跑得更远 更快的小汽车 现在中产阶级可以说是压力最大的一群人 小冬自己深有体会 为了平衡收益和风险 会选择一个中间舒适的位置 比如说买中等风险 中等回报的理财产品 这样的功能虽然看上去相对比较稳妥 既不会损失本金 但也不可能大富大贵 想要彻底摆脱这种压力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实现阶级音乐生 就叫何以解忧 唯有暴富 普通人想要暴富在几十年一遇的大变局面前 必须在思维上做出颠覆性的改变 抛弃稳定的平均风险 配比一点比例的极大风险的资产 也就是杠铃策略 什么叫杠铃策略呢 看图说话 一个人在中间举着一个杠铃 左边的杠铃片比较大 右边的杠铃片比较小 大的这个代表就是低风险 低收益的资产占比90% 小的这个代表高风险 高收益的资产占比10% 中间不配资产 而是人在中间维持两端的平衡 这种资产配置方式看起来很极端 其实是用有限的损失 不过更大的收益 因为高风险资产只占10% 即便你全部都赔掉 人也不会被压垮 而收益长口却是无限之大 现在我们用10%的资产 去撬动90%的财户 再把90%的财户分成10份 9份继续放在大房子里 1份放在小汽车里 继续去博高收益 荣耻反复 大房子越来越大 安全感加N 而小房子这部分 我们继续的去投下去 虽然它风险高 但绝不能放弃 因为大房子足够大的时候 我们有足够的底气 去拿小汽车去博更高的收益 哪怕是失败这么一两次 也不会让这大房子给塌下来 投资人如果是选择中庸之道 看起来最平衡 其实是孤注一掷 而利用好杠杆策略的 找好高风险和高收益 之间的平衡 才是获得资产回报 实现阶级跃升的 最有可能的方式 道理大家都懂 你能不能告诉我 到底怎么做呢 首先咱得找到那辆 跑得更远 更快的小汽车 比如说2023年 政府工作报告里 反复提到的工作重点 就是错内需 拼经济等等 但是注意 现在已经不是站在风口 猪都会飞的时代了 要做风口上的老鹰 要审时度势 不盲目跟风也不能落后 成功的投资者 不是追逐风口 而是驾驭风口 最后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 为了更好地迎接机遇和挑战 我们要如何规划自己 我们特别喜欢一个作者 叫吴军老师 他出了一本新书叫《富足》 在这本书里 他告诉大家 要实现富足的人生 需要跨步七个台阶 这本书里 句句都是干货 我就不依应念了 总结一下 在稳定的经济环境里 采用平均的策略是可行的 但在剧烈变动且黑天鹅事件频发的环境下 平均策略反而有高风险 而这个杠铃策略则是通过两个 极端的结合端平了两碗水 不仅可以帮我们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 避免陷入低谷 还给我们提供了乘风而起的机会 给普通人积极跃升的可能性 投资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你的舒适期 所以想报复 你就要学会用10%的钱投资 有可能出现爆发式增长的标的 剩下90%之前放在相对稳定收益的地方 并且通过复利实现稳定的增长 同时记住最好的投资 就是投资当下的自己 OK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小冬 咱们下期见